大夥在法国普罗旺斯开行大合照 只是11天的宠爱巴黎行程 也只有这时候笑得出来 之后从南法里昂再到巴黎 团员们怒气直线上升 出面控诉 一行人在巴黎地铁转车 没想到核心领队 不等团员都走到月台 就自己先上车 导致后面有5名团员被留在原地 而其他赶上车的团员 有人手臂被门夹伤 团员指控核心领队一句道歉都没有 更气的是 核心领队对团员的提问和需求都置之不理 到了饭店离谱的还在后头 大伙在饭店大厅苦等一小时 只为了check in 团员同消息的洗个澡出来 房间就淹水 另外周小姐房间出个水 就停电黑成一片 令人傻眼的是 证明领队也没有负责和饭店沟通 统统得自己来 还跟我说 就是他刚刚在我还没来的时候 他跟饭店沟通了很久很久 怎样怎样的 然后我以为他是要说 他就是帮我们处理房间的事情 就没有 他说所以他帮大家 征询到一人一张饮料卷 气氛的售出截图 因为他们原本根本不是住这洞 饭店区域却被大幅更改 虽然是四星换四星 但地点已经从市区换到郊区 甚至领队在介绍景点 也是边Google边拿麦克风念出来 我们当然针对这部分也会再做改进 要求赔偿的部分 那其实会建议客人去第三方 我们再来做一个协调处理 对此招指控的旅行社回应 事情真相还有带离心 若旅客不满 可以向平保协会申诉 而消保官也提醒 如果没有达成旅游契约 锁定的项目 消费者可以请求旅行社 赔偿各该差额两倍的违约金 TVBS新闻率专临玉珍台北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